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今晚由我周振元陪你看天氣 今早大家起床出門口時 相信仍然覺得挺冷下 事實上今日各區錄得最低氣溫 普遍都是階乎10至12度之間不等 透過大範圍的衛星影像顯示出 可以見到有一道廣闊的雲帶 現在覆蓋著廣東元朗地區 香港也不例外 今天日間望出去時 看到整天都是雲 同時我們的雷達也探測到 有一些雨區 今天不時是影響著珠江後一帶 而我們今天在各區 也錄得普遍有幾毫米的雨量紀錄 由於天陰和雨的關係 今天下午各區的氣溫都上升得很少 像市區那樣 最高的氣溫只上升至15度左右 跟著跟大家看看電腦的預測 雖然我們現在受到一度廣闊的雲帶影響 但我們預計雲帶會逐漸向東移 到明天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太陽 又來到今晚和明天詳細的天日預測 預測會是晚間天氣寒冷 還會有一兩陣的雨 而市區最低的氣溫大概是12度 身界會再低兩三度 明天日間是天晴乾燥 最高的氣溫可以上升到18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淨的北至東北風 再不厭其煩地提醒大家 寒冷天氣警告現在仍然生效 大家記得要注意保暖 再跟大家看看天氣電腦的預測 一個冬季季後風的補充 在下週初會再次抵達廣東元朗地區 這一區的天氣會再次轉冷 所以我們只望在未來一兩天會天晴乾燥 星期日在灑河的時間 氣溫會顯著下降 而去到星期一的時候 我們的天氣會再次轉冷 最低的氣溫會跌到大概11度左右 這一節的天氣和大家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